本節目是由James Chu、陳柏文、徐鄉稱之、Jeffnip贊助播出 Hello, 是我,你們專愛的籃球公道博GM 今天的GM排排看系列,要用NBMmath.com所提供的數據 替各位排出目前聯盟最強和最差的球員 在進入主題前,我想先用一點時間來跟各位解釋他們的數據來源和計算方式 這部分要先從box plus minus開始講起 所謂的box plus minus就是在每100次進攻中 與聯盟平均值相比這些球員的個人正負值 也就是OBPM和DBPM 0的話代表該名球員的表現和聯盟平均值相比沒有任何差別 數字越大代表該名球員的貢獻高於平均值越多 數字越小則代表該名球員越落賽 經驗表現最接近聯盟平均值的球員分別是France Wagner Lonzo Ball Mo Bamba 和Nikola Vucevic 他們的OBPM和DBPM加起來剛好都是0 然而這個數據存在著一個盲點 那就是它是以每100回合為單位所計算出的正負值 可是並不是每一位球員的上場時間都一樣 舉例來說,假設A球員每100次進攻 KT球隊貢獻高於平均值5分 B球員每100次進攻 KT球隊貢獻高於平均值10分 乍看之下B的貢獻是A的兩倍 但如果A所參與到的進攻次數剛好是B的兩倍 那麼他們實際對球隊的貢獻則是沒有任何差別 解釋了這麼多,就是要跟各位說 NBA Math.com所提供的Offensive Points Added和Defensive Points Saved 是用Box Plus Minus搭配球員的上場時間 所換算出來的數據 今年聯盟一共有438位球員有出賽記錄 把所有球員的數據做成一份圖表 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球員都聚集在0的位置 也就是平均值的附近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X軸代表進攻 Y軸代表防守 先從MVP的部分開始聊起 可以看到目前聯盟有5位球員表現特別突出 他們分別是Jimmy Butler Paul George Kevin Durand Nikola Jokic 和Yannis Attack Your Ankle 這5位球員裡 OPA最高的球員是智姆哥的46.4 DPS最高的則是Jimmy Butler的26.6 目前在TPA方面最Carry的球員 分別是Jokic的71.3 和智姆哥的68.4 如果以戰績為考量 那麼Jimmy Butler會是我目前MVP的首選 其次是Kevin Durand 不過老實說 就算熱火今年角出全聯盟最佳戰績 我還是不看好Jimmy Butler能拿下MVP 不是因為他不值得 而是因為他的名氣不夠 和去年的爵士一樣 除非他在數據方面能屌打 Stefan Curry Kevin Durand Yannis Attack Your Ankle 否則我認為媒體最後還是會投票給以上三位 接著來看最佳防守球員 目前DPS前5名分別是Jimmy Butler Nikola Jokic Yannis Attack Your Ankle Dremont Green 和Paul George 名單裡唯一讓我感到意外的球員 是Nikola Jokic 今年精快的防守能排名聯盟第四 他絕對是最大的攻城 我不敢說DPS是唯一的指標 可是從這個數據我們就可以知道 Jokic早已不再是兩三年前的那個防守黑洞 他在這方面的進步值得我們的Respect 這邊順便提一下開啟前呼聲最高的兩位DPOY 他們分別是Rudy Gobert和Russell Westbrook Rudy Gobert的DPS是12.6 排名聯盟第10 Russell Westbrook的DPS則是-10.6 排名聯盟第412 以目前的戰績來看 假設Jimmy Butler真的因為名氣的關係 無法拿下MVP 那麼我認為至少DPOY一定要頒給他 否則就實在是太沒天理 事實上除了Jimmy Butler以外 熱火其他先發球員的DPS 也都高於聯盟平均值 我們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熱火今年的防守有多強 說到團隊防守 就不得不提一下公牛 目前公牛上場時間最多的球員 只有Alex Caruso一個人的DPS 高於聯盟平均值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從開季就在說 公牛最需要補強的是藍領球員 聊完MVP和DPOY 這兩個最重要的獎項之後 接著來看幾位表現最令我感到意外的球員 首先是Harrison Barnes 今年高齡29歲的他 竟然在第10個賽季突然攪出生涯最佳數據 你不說我還以為他是來到了D'Antoni會下來打球 場均22.2分 9.6籃板 2.6助攻 平均每一場在外線出手6.8次 命中率是46% 除了助攻以外 以上所有的數據都是尖涯最高 這也讓他今年的OPA排名聯盟第四 比最強順風球王還要來的高 其次是Montress Harald 之前在五勝一負的球隊排名影片裡 我就有稍微提到為何我不看好他能繼續下去的理由 在Gaffer歸隊後 Harrill的數據確實有稍微下滑 不過他的PER依舊是聯盟第七 然而Harrill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DPS的部分 向來不是以防守著稱的他 居然攪出高於平均值3.4的數據 如果Gaffer能繼續先發 那麼在我看來 Harrill絕對是目前最被低估的6th man of the year 以上都是目前表現最好的球員 接著讓我們來看最落賽的Top 5 先從防守的部分開始看起 他們依序是Damian Lillard Jalen Suggs Dearon Fox Seth Curry 和Jason Tatum Damian Lillard和Seth Curry 這兩位的防守從來沒有好過 我只是沒有想到原來會是墊底 Seth Curry至少還有進攻的加持 整體下來還能維持在平均值之上 Damian Lillard防守不行 進攻方面又因為頭不進球 導致他攪出聯盟第八爛的TPA Jalen Suggs因為是新秀 我就暫時放他一馬 名單裡最令我感到失望的 是Dearon Fox和Jason Tatum 先來看Fox的部分 當初在現役空位的排名裡 我把他排在SGA和John Moran的前面 如今看來我是大錯特錯 在簽下頂星約之後 Fox的表現沒有進步反而退步 命中率不到四成 三分球連兩成都沒有 失誤是生涯最高 這些都算了 就連DPS他都是聯盟倒數第三 至於Jason Tatum 我曾在開季前的獎項預測裡 稍微提過他拿下MVP的可能性 可是以他目前的表現 不要說MVP了 就連他有沒有比同隊的Jalen Brown強 我認為都有討論的空間 除非你的名字是Russell Westbrook 投擲每位球員都會在不同時期遇到低潮 Jason Tatum能不能挨過這關 會是決定他未來職業生涯走向的關鍵 如果只是因為聰明哥嘴他兩句 他就跟Ben Simmons一樣玻璃心碎 那麼我想他也不配當賽爾迪克的一哥 再來看進攻最差的Top5 他們分別是Jalen Suggs、Marcus Smart、Jaden McDaniels、Kevin Porter Jr.和Killian Hayes 看到這裡或許你會問怎麼又有Jalen Suggs 沒錯,不用懷疑 他是目前全聯盟裡表現最差的球員 沒有之一 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 他都是排名倒數前五的球員 說到這就不得不提一下暴龍的選擇 當初一堆人質疑Scottie Barnes的選修順位 如今他用表現徹底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說到新秀 目前聯盟表現最好的Top5 分別是France Wagner、Scottie Barnes、Evan Mobley、Josh Giddy 和Alburnson Goon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Chris Dorte則是佔據第六 從這些新秀的數據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那就是想要攪出高於聯盟平均值的表現 真的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在這份名單裡只有France Wagner剛好達標 其餘的球員不管攪出的數據再怎麼出色 整體下來都還是低於平均值 最後的最後我想用剩下的時間來看一下胡人的團隊數據 今年胡人表現最好的球員分別是Carmelo Anthony、Anthony Davis和LeBron James 我們都知道胡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防守 除了Dewight Howard、DeAndre Jordan和LeBron James以外 胡人沒有一位球員防守高於平均值 就連一項以防守著稱的Anthony Davis 都只有-5.6的數據 撇開TPOI的部分不談 假設胡人今年想進附加賽 那麼Anthony Davis勢必要在防守上多加把勁 不知道各位對這些數據的看法如何 如果喜歡的話我可以定期出一部類似的影片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